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工签叫做post secondary graduate work permit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应该是大专毕业生工作签证 拿到这个签证之后我便开始四处投简历 四处找工作 具体我可能投了上百份简历 然后面试了也有十好几次 我们把其中一些比较精彩的好玩的分享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四月中旬的时候我当时在很多网站投简历 当时对中国人还比较有信心 然后一开始的简历都是给中国人发的 第一次是在离家有个二三十公里 就是Cokelum那块 我是在Vancouver住 在Cokelum那块有一个厂 厂在招文里 然后我就把简历投过去了 结果这哥们晚上十一点 十一二点 在我睡下之后给我发邮件 给我安排了个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面试 结果我不知道 到了第二天早晨 这哥们给我打了电话说 你为什么没来面试 我说我没收到信息 这就是第一次故事 先给大家说一句 就是我的工作要求是什么 就是工作也是为了要移民的 符合移民条件的工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跟我专业符合的 啊 这个是绝无可能 我上个视频也说过 大家要是不知道的话 可以看我德布德系列的第一集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行政助理 这个给我的移民条件 呃 呃 呃 总的说是符合我的移民条件 第三个是 呃 餐饮主管 但是说餐饮主管的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是起早贪黑 再加上 对于体力的要求也比较大 因此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个行政 文秘的 这么一个工作 这是第一次啊 就是刚才 咱们说的 半夜给我回应 然后早晨给我打电话 然后第二次 这一次也算比较顺利 我也是 是来说趟那块 有一个 按摩的地方招呃 前台 也算是行政助理的这个个环节 然后我就把简历投过去了 人家说来面试吧 我说好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呃 双方一开始说的还比较 比较投机吧 然后这个人问我 说是 呃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就是为了移民嘛 移民之后我就 要去上学 结果这个人就不高兴了啊 说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个 能长期工作的人才 这个咱们也算能理解 是吧 结果这哥们说了一句话 我当时差点没笑出声 这哥们说了一句 呃 因为我们招的是前台 我的这个法群可能不太合适 这个是第二次啊 后来又杂七杂八的 我也一直发简历 一直悲剧 一直石沉大海 这个我相信找我工作的人都心有体会 就我 咱们这个得不得系列只是挑几个比较典型的啊 好玩的给大家分享出来啊 然后再往后走 又有一个 这个就不是中国人的了 当时我找了一个 这个好像是托儿所还是什么的地方了 我具体也记不清了 也是招行政助理 在奔得比的一个神山老林里头 然后我去了 去了之后 当时有一堆人面试嘛 然后先就是大家排队 排队的过程中让你添个表 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影响非常深 他里面问一个问题 说是 假如你可以变成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你想变成谁 为什么 我当时琢磨了琢磨 我说天什么呀 哎 想到了 当时2018年4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比较对咱们中国的先亲诸子比较感兴趣 因此我就添了一个 我说I would rather to be Confucius 意思就是我想变成孔圣人 然后旁边打括弧 用汉字写下三个字 孔圣人 然后问为什么 就是说我希望我用孔圣人的智慧 不仅能带领小弟 而且能解决很多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然后我就把这个递上去了 轮到我面试的时候 人家考官问我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对打主流怎么怎么怎么 他问我 我平常爱做什么 我说 I do butterfly stroke everyday 意思就是叠勇是我的日常 结果面试的那女的不知道叠勇是什么意思 我给他重复了一个 butterfly stroke 这个就是英语里面的叠勇 那女的不知道 我当时我都懵了 我真没想到这有人连点勇都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次这个面试比较好玩的地方 等后来啊 我又是投面试 投面试 好 然后的话就又来了一个 这个是比起好玩来说 可以说是更可气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事 事件吧 UBC里面有一家高 也不是UBC的 这个公司坐落在UBC 里面有一家高尔夫球培训机构 我估计假如是温哥华那段时间找工作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家啊 咱们就不点名了啊 咱们就广说事 逗大家一笑就完事了 UBC有一家 我当时就是我公交情况 因为我上上部视频也提到 说我从不开车啊 这个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听我的第一集 当时我就坐公交车去了啊 双方谈的也比较容下 然后工作条件什么的也都是 也都说了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星期五面试的吧 他说是下个星期二你来施工 早晨等我们电话 到了星期二之后 我昨等电话不来 又等电话也不来 我说怎么办啊 然后我就打过去了 结果人家反悔了啊 我当时非常生气啊 我非常生气 然后这个就是第四次事件啊 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比较有典型的 就是 Kinsway省 这儿有一条大街叫做Kinsway Kinsway省有某一家二手车收购商 也是招办公助理 也是华人开的一家公司啊 然后我去了 一开始谈的比较满意 说是 之后等信 结果之后没有信 然后我又去了 然后又说之后等信 然后又没信 然后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我找工作都找到最后了 然后 当时我又去了 然后又是给我谈了很多很多的条件 其中有一条是让我工作三年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啊 从这个言语当中是想让我开车 这个是没得商量 当时其中还有一条啊 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气愤 就是他让我每周工作四五十四十八个小时 就是八个小时八成六 然后给的我的钱 连最低工资标准都不到 每期明月不收你移民的好处费啊 然后我我对我对这家就彻底失望 说这不行 主要是你让我移民之后干干两三年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啊 然后就是这个 啊 刚才我暂停视频 我想了想还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这个可能我集中在下一集讲吧 这个我预计给大家分上三集讲我这个找工作的故事 咱们这一集也就差不多 我再说上一两个咱们就到这儿吧 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跟找工作也算是关系不大啊 就是一个小插曲 大家可能现在听我说的时候 我比较心品契合的 因为这个是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啊 然后只不过当时的情况我非常糟糕 我这个人本身脾气又比较爆 然后又是被人甩啊 又是被人骗啊 怎么的 怎么的 石山大海啊 再加上 呃 这个假如我工作找不下的话 我得给中介相当于25万人民币的中介费 让中介给我找 找这个能移民的工作啊 当时等 顶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结果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当时我压力大的实在受不了了 在家里打反恐的时候 是气急败坏啊 当时是 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让我总是被人杀 我当时直接就火装顶上情绪上来了 用这种姿势砸键盘 把这个左手腕啊 这儿给砸坏了 键盘也被我给砸坏了 是手腕也给自己 手腕也砸坏了 当时我连系鞋道都系不动了 然后那天去游泳的话 因为我有点游泳 我这么我这么抠 我这么抠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vang就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这个键盘哈 我之前那个轻轴键盘 C键就是 C键已经被我砸砸下去 弹弹不上来了 就当时已经砸成这样了 不过过了几天之后 键盘让我亲手给修好了 我这个手腕也就好了 然后的话 第一集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吧 下一期 而且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 敬请期待 好 我们下期再见